美術手工的工具 大家好 我是葉敏儀Goria 今次很開心 書.com 邀請我示範手工的工具 這次我為大家介紹 就是用樹枝黏土做的甜品的套用品 我們會用一些不同顏色的樹枝黏土 還有一些帽具的東西 還有白膠漿 脫帽劑 還有一些石 一些金粉 銀粉 鍊 還有一些鉗的工具 首先我們要把黏土混合我們想要的顏色 我想要粉紅色的 我撕了一些紅色的黏土和白色的樹枝黏土 搓勻它 把樹枝黏土搓完之後就可以用了 如果你不想馬上用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用一些保鮮紙 把它包住 用來保存好一陣子再用 我把這塊黏土分成兩半 大約是我這個模具會用到的 然後呢 我就用這個脫毛劑 擦一點點在周圍 擦完它 把黏土 弄平它 按住它 然後呢 我們可以用工具 把裡面的樹枝黏土拿出來 你可以用牙籤也可以 但是我用回這些黏土工具 我們拿了樹枝黏土出來之後 我們用割刀 在旁邊 少少割一些位置 它是為一會兒挑紋出來的時候 然後呢 你就知道那個位置大概在哪裏 然後在旁邊那裏呢 就用這些工具 用一把 好像一些小洞 然後我們用一個白色 做一個夾身 塗完它 塗白膠漿 那我放些裝飾下去 那我選了一個匙巾 塗一點膠水 然後就這樣把它捉下去 把它穿到那個繩子裡 穿到條面那裏 那我現在呢 就把其他的飾物 就穿到那個扣那裏 再穿到條絲帶 其實你自己想 放些什麼東西 都沒問題的 然後再用一個勾 就把它們勾在一起 如果喜歡加石的話 那就可以 黏石在上面 那我們其實呢 就可以選回 譬如媽媽那個 英文字母 留回來 因為快要母親節了 我們可以把這個禮物 送給媽媽 就可以跟她說 Happy Mother's Day 啦